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的雷山县大唐镇 在雷山县这个苗族聚居的地方 记者要寻找的生财之道到底是什么呢 在当地苗族老乡的带领下 我们找到了一个坛子 这个神秘的坛子里装着怎样神秘的动物呢 到底是什么呢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再看一下 天哪 是老鼠吗 不 其实它是竹鼠 毛毛的 软软的 像个肉团那样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它们长大了以后可凶得很 太有裤子了 其实它们凶得很 你知道吗 天哪 它俩打得好凶 一直在这翻滚 我完全分不开它们 我找个专业的人是把它们分开 看来你看 只要抓它们的尾巴 它就不会被咬到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石华文 石华文养了一只叫懒汉的狗 抓山上的竹鼠可真是有一套 这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土狗 却是石华文最好的帮手 也正是因为这只名叫懒汉的狗 给石华文的生活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由此跟懒汉上山的经历 最终改变了我以后的所有生活 2007年的一天 石华文像往常一样 带着懒汉上山 突然间懒汉停在山路边上的一个洞口处 懒汉发现了竹鼠 他要把洞巴卡去抓那个竹鼠 竹鼠一般会在山里挖一个洞穴 以竹根或者草根为事 因为懒汉之前抓捕竹鼠的技术 已经是有目共睹 石华文对他也是非常的信任 一看到他有这样的表现 马上也顺着洞穴挖了下去 没想到这一挖 却挖出了一窝出生不久的小竹鼠 那四只小鼠嘛 太小了你吃吧 也舍不得吃 我就拿个破坛子给它放起来 带回家养起来 对对对 就养起来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 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吗 事实还真是如此 因为面对抓来的竹鼠 石华文和别人有些不一样 别人抓竹鼠 抓来就吃了 他抓到活的竹鼠 却认认真真的养了起来 成为了当地竹鼠训养的第一人 而且这还成为了他为自己赚取财富的生财之道 这就是石华文当年养了那几只小竹鼠的坛子 那这个坛子他至今仍然保留着 因为他的竹鼠养殖事业就是从这个破口的坛子开始的 那后来他就开始把一些竹子草根丢到这个坛子里去喂那些小竹鼠 直到第二年 这个坛子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正是这个怪事让石华文觉得竹鼠的人工训养还真是一件正事 就有一天一大早吧 我去看竹鼠的时候 发现里面多了几只小竹仔 半年多过去 当初的几只小竹鼠都已经长大了 可是坛子里这几只小竹鼠又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当年放进来的竹鼠有公有母 现在竟然开始繁殖了 那时候感觉特别兴奋 然后就把那坛子里面一个另外一个竹鼠分开 让那母鼠带着四只小孩在一个坛子里面 石华文的这种兴奋并没有维持多久 第二天一早 他再次来看小竹鼠的时候 之前的好心情瞬间被当时的场景砸到了谷底 那么到底他看到了什么呢 那坛子里面全是血 看就剩一个小竹鼠的头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被谁咬了 小竹鼠离奇死亡 石华文感觉非常奇怪 母鼠这么凶 一般天敌是无法靠近的 为什么还是有小竹鼠被咬死了呢 凶手到底是谁呢 后来他请教了同样训养竹鼠 却没能成功的老人 才知道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 母竹鼠会咬死小竹鼠 所以人工养殖一定做不成 没想到这传言竟然是真的 杀死小竹鼠的竟然真的是他们的妈妈 他回头想想如果母鼠都把鼠仔吃掉 山上哪有那么多竹鼠啊 我就想不通这个问题 和之前训养竹鼠失败的那些老人相比 石华文除了执着 还有个优势就是会电脑 爱上网 于是他在搜索网站输入了竹鼠吃子四个字 很快获得了问题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 虽然这一窝小竹鼠死掉了 但好消息是 另外的两只成年母鼠也开始繁殖 有了这次的经验 石华文添加了红薯等含水量大的食物喂给他们 母鼠食子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 因为竹鼠特别的好吃 竹鼠在我们当地很受欢迎 我想如果把竹鼠养好了 在市场一定能好卖 一直在说竹鼠 那这竹鼠味道究竟如何呢 其实呢 我也没吃过 不过他们告诉我说 爆炒竹鼠最好吃 不过就是爆炒嘛 这个我也会做 今天呢 我来当一把大厨 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竹鼠 是不是感觉好香啊 其实我手艺还是很棒 特别有咬圈 冰冰的 非常香 如果再来上一碗苗家的米酒 哇 绝对是棒极了 好吃 雷山县有种说法 叫做天上斑鸠 地上逐溜 当地不少农家的 也都希望能有竹鼠的供货商 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而稳定的竹鼠来源 当地部门不是我们卖野生动物吗 要是卖被他们发现了的话 就被关门了 石老板卖他 养了我们就随时吃着随时有了嘛 杨应鑫是石华文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在外面做生意的他 听说小石在养竹鼠 专门跑回家来了解情况 见多识广的他 可以说对石华文养竹鼠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想吃有钱吃不到 之后呢就想了能不能上个规模 扩大规模说来容易 可没有场地怎么说都是空谈 杨应鑫让石华文暂时不要着急 他以前租住的地方还空着 可以用来搞成养殖场 这里就是石华文租下的地方 名字叫做达牙山庄 达牙在苗宇当中呢就是说来吧 那有了这六百多平方米的地方 有了发展空间 石华文来了 来了之后呢 这么大的空间 七八十只竹鼠呢典型是不够玩了 那怎么办呢 石华文贷款二十万 从广西呢进了两百堆的竹鼠 有了这些竹鼠 石华文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当时想吧 这四百只养到第二年 可能就三千只 两三千只 很快就发起来了 那时候心情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激动 就在竹鼠引进后没多久 他的朋友杨应鑫 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石华文怎么也联系不到了 这让他非常担心 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突然有一天我打了电话 不接 我再打不接 两天内都不接我的话 我就说这个人肯定出问题了 我就感谢放下工地的四周跑去过来 就到这里来看到 一个人 对你认了 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话不接 看到了我 什么话不接 就看两个眼圈 红的 哎呀 我们心都酸了 这事儿还得从广西的竹鼠上门十五天后说起 这天早上石华文像往常一样 拿芒草干来喂竹鼠 却发现投天喂的草还在里面基本没动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竹鼠没吃东西 当时觉得很差异 是不是生病了 然后就拿起几只过来看 上看下看外表上没什么问题啊 慢慢仔细看 一看牙齿出现了大问题 牙齿发黑 甚至有些开始掉落了 作为一种镊齿类动物 牙齿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竹鼠的健康状况 健康的竹鼠 牙齿应该是黄色的 非常坚固 而这些广西来的竹鼠 牙齿发灰发黑甚至脱落 这个现象可把石华文筹坏了 当时刚开始一天死个三只五只 感觉四百来只死个三五只 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后一天 最多一天能死到三四只只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担心了 之后我就进去军里看 全死的 死到万的东西全死的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最后石华文还是在网上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原来他最初引错了种 这种来自广西的竹鼠 在贵州因为没有主要的饲料甘蔗 所以很难存活下来 在这个时候 石华文一直担心会嘲笑他的那些朋友 也向他伸出了援手 我说并不是你一次的失败 就代表你一辈子就会失败下去 按照他这个性格 他很坚持 正因为有了失败了 我们才应该更支持他 我们就这样 石华文在朋友的帮助下 重振旗鼓 不过这次他吸取了教训 不再从外地购进种苗 而是在贵州当地收购本地的品种 他把剩下的一点钱 加上朋友们借来的资金 忽住一致的投入了进去 前后收购了五六百只竹鼠 这次石华文在养殖上终于获得了成功 最多的时候 他自己养殖的竹鼠 有一千五百多只 加上农户为他带养的一两千只 他的达牙山庄 总资产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元